专家,习近平最担心两件事比贸易战还急,中共高层正在召开的北戴河秘密会议上持续升温,的中美贸易战议题,被认为是重中之重,但英国一家研究机构认为,对于习近平而言中美贸易战,并不是最紧迫的事情,国内的两大事件才是他最担心的重中之重广告。 美国CNBC网站8月7日报道位于伦敦的投资研究机构研究公司TS Lambert表示,虽然最近中国报纸头条报道的都是中美贸易战但这并不是最紧迫的事情,比起担心与华盛顿打贸易战,北京更担心国内诸如如何稳定经济,如何稳定权力结构等问题。 PTS Lambert的中国区研究员分比,Jonathan Fenway认为对于中共领导层而言,稳定国内经济发展中国制造,2025计划捍卫习近平的权力机构的重要性,超过了与美国打贸易战的重要性。 7月3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时也提及,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新问题新挑战,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等六稳工作,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处分条例,并着重强调政治纪律和习核心权威。 这是习近平外访归来紧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外界发现,这次会议有个奇特的安排把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与中共纪律处分条例,绑在一起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分析。 习近平外访前遇到某种围剿和攻击,让他做出某种让步回来,以后才出现了各种风险,随时可能出现政治危机和权力动荡,他因此要动用中共帮规,中共处分条例进行反制法广报道。 趁习近平外访归来紧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着重突出六吻却榜上纪律处分条例,这里面有指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恐怕更重要的是指中美贸易战以来,引发的世界情势的新变化。 而这一新情势又反过来作用于中国社会,引发社会预期不明动荡因素增大分析称,因为不稳所以要稳而提出六吻,好像是多年来首次似乎形势真的很严重。 在中共政权风雨飘摇,内外交捆的危局之下先设法,稳住自家阵脚,免得引发社会动荡,尤其在中国经济发展本有放缓,遭到贸易战围攻的情形下,社会问题的爆发可能性极大稳定,又成为北京最迫切的任务。 有法媒分析说,在此情况下中共政治局会议强调,六吻似乎北京已经预感到某种不确定因素,某种潜在的危险某种难以预知的后果观察人士,注意到中美贸易战走到今天,中方已经身陷困境严重,受挫在川普,公布三轮关税清单后中方乱了阵脚。 由于美中贸易战中北京势力引发中共内部一连串续权威化,宣传降调之举,同时有关北京政变的传闻满天飞。 目前虽然随着北戴河会议登场,各种传闻逐渐归于沉寂,但中共政局近期的各种异动或反映各路反习势力已经蓄势待发体制内挺习派学者新子凌日前在看中国,发表题为老虎党。 要借助美中贸易战推翻习近平一文也说,习近平虽然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矛盾,但主要矛盾,在国内主要危险,也在国内。 他说老虎党已拥戴习近平的笑念虎姿态出现,但在舆论宣传上,却把习视为毛二世江习包装,长毛邓,江的捍卫者十八大后在刘云山的导演下,以及十九大后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部王沪宁的政治导演下。 党媒出现一系列吹嘘文章,而中共宣传口的大吹大雷,从根本上破坏了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实践力良好关系,也引起欧美等民主国家的警惕,和反对当全世界民主国家是中共为敌人。 而习近平处于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搞不下去时老虎党将利用形式组织力量,逼习近平下台不过。 有北京不具名红二代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掌握着军权,因此习的对手只能做点小动作造点小舆论,但翻不了大浪,因为政治老人们不是一条心,拧不成一股省有港媒。 引述专家分析认为,虽然习近平及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反对势力,暂时无法组织造反,但是如果中美貌,一战继续重创中国经济,危及中共政权安全时反对力量,有可能就会凝聚起来局面,也将随之失控。